好的人来人往到台北市林捷运站外头 竟然发生集体围殴的事件 当时带你来看到就是13位少年 追打一位这个少年 而路过的民众是用手机拍下整个画面 只是呢民众当时发现 三位据报远景呢来到现场 和13多位的这个打架群众是非常的悬殊 场面还一度失控 吼叫声回荡整个夜空 捷运站出口一群青少年出现 现场十多个人围殴这名青少年 少年被追打到捷运旁边的巷子 时间是晚上10点45分 这时一名穿着制服的远景出现 丽敏远景也走了过来 但是和现场打人的群众相比 警力相差悬殊 当时二十几名青少年就在捷运站出口的 这个地方进行谈判 并且殴打其中一名少年 那时候二十几个警察 四个吧 后来才越来越多 那时候管不住 警察都管不住 路过的民众用手机拍了下来 表示来的三个警察第一时间无法控制场面 五六个人唯一名倒地少年 直到十分钟后 警方才将场面控制住 人潮拥挤的捷运街头 竟然当街出现斗欧事件 也完全无视法律治安 真新闻台北 送我岛 僧带你 老婆 老田 你还没求 ada